五 四 三 二 二 一 起步 起步 这是位于昆明里阳兴城二七工程中15座烂尾楼的爆破现场 2021年8月27日 工作人员用炸药拆除了八年未完工的烂尾建筑 现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围观者 仅仅用45秒的时间这片价值十亿多人民币的建筑就成为了一片废墟 据报道 这片建筑物爆破的当天 共在建筑物共设置了85000个爆破点 并放置了4.6吨炸药 疏散了约2000户 5300多人 那么这样大规模的建筑因为什么原因呈现在这样状况 而且到了需要爆破拆除的地步呢 占这片地2000多亩的15座建筑 于2011年由昆明西山置业开发运营集团公司开工建设 该项目分为四个地块 分别为A1 A2 A3和A4 但由于缺乏资金 云南西业房地产开发管理公司于2012年接手该项目 并将项目改名为云西经地 受各种因素影响2013年再次停工建设 2014年本是云西经地A2地块计划交房时间 但因项目停工 直至2015年3月才开始交房 除了已交房的A2地块四栋高层建筑 其余三个地块 A3 A4的共计15栋高层建筑 自2013年底停工烂尾至今 为解决项目烂尾遗留问题 有关方面通过云南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方式 对项目进行重启重建 2021年1月5日 云南红河置业有限公司与云西地产正式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 云南红河置业有限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获得该项目的开发权 并正式接管西山置业房产公司将对该项目启动重建 相关负责人介绍 立阳星城二期现有户型不能满足当前市场需求 产品供需不匹配 另外由于烂尾时间长 该项目地下室长期泡在水里存在安全隐患 雨水淹没了地基 建筑外观也存在质量缺陷 现场建筑物拆除的爆炸区域估计有50万平方米 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此类型拆除项目 国内包括俩说你能够想得平台 田北歩 小校 田北歩 田北歩 原来 田北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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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北歩